据湖南省检察院消息 日前 湖南新晃一中操场埋尸案备受社会关注 湖南省检察机关迅速行动 根据省检察院的指示 淮化市检察院和新晃县检察院已应要求在第一时间依法派员提前介入案件的侦查工作 了解案情 引导侦查 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检察机关表示 将严格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密切关注 跟踪 坚决支持案件侦查 长安街知事注意到 6月24日 湖南新晃县纪委已发布消息 新晃动族自治县民族中学员校长黄炳松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新晃动族自治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据新华社报道 操场埋尸案 是扫黑车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新晃县公安局破获的一个涉黑涉恶团火案中案 6月20日临时许 新晃一中操场内挖出一具尸骸 经DNA检验鉴定 确认尸骸为2003年失踪人员邓世平 据邓世平的家人介绍 邓世平出生于1950年 失踪前在新晃一中工作 负责学校工程质量监督管理 2003年 该校新修了一个操场 是校长外省杜少平修的 邓世平认为操场质量有问题 说如果工程质量不合格 就不再验收单上签字 因此邓与杜产生矛盾 没过多久 邓世平就突然失踪了 家人四处寻找无果 当时就怀疑他遇害了 2003年1月25日上午九时许 邓世平的妻子谭某到公安机关报案 称其丈夫邓世平于22日上午失踪 接报警后 视线公安机关迅速组织力量开展工作 为发现邓世平下落 也为发现其遇害的相关证据 今年4月 新黄县查获杜少平等人涉黑涉恶犯罪团伙 涉嫌故意伤害 非法拘禁 聚众斗殴等犯罪行为 在强大的政策法律攻势下 经公安机关审讯深挖 杜少平及其团伙成员罗某某 高某某 共认其杀害邓世平及埋尸的犯罪事实 目前 在湖南省公安厅组织指挥和淮化市委统一领导下 淮化市纪委监委 市委政法委 市公安局已由主要领导带队 并抽调精干力量加强专案组 加大审讯力度 加快按键侦办 全面收集固定证据 并对杜少平及犯罪团伙背后的关系网和保护伞进行深挖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